早晨,今天是九月六號星期四的早上 今天終於迎接美國對華加徵關稅 對於二千億總值的出口貨品 正路加徵二五個百分點 最快就在我們中午十二點 他們踏入九月六號 當然,亦都可以是他們的日後 亦都即是我們今晚晚飯時間的時間後 才推出都未定 儘管密切關注著今天這個動態 正路來說,如果在這些消息出台之前 市場是要害怕的話 應該今早還是會繼續害怕 這件事就承接昨天的情況 留意隔夜美股也做得不太好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道指升二二點二五九七四 S&P500指數要跌八點二八八 納斯達克指數跌得多一點 下跌九十六點七九九五 三大指數的升跌幅 美股科技股方面 今天隔夜的跌幅比較顯著 大家看到 Netflix 跌了百分之六 Twitter 百分之六 Spotify 百分之五 類似走勢 五至六個百分點 中概科技亦走得比較差一點 有間Bilibili 八點八個百分點 愛奇魏 四點七個百分點 麥麥 四個百分點 阿里巴巴 三點六個百分點 以上講的全部都是跌幅 換言之隔夜 科技股當災 當然看回港股方面 今天騰訊應該沒甚麼運行 因為看ADR 方面 大致上都見到 ADR 由騰訊拖累 跌了百分之二點三 百分點去到三百一十七元附近 當然了 現在我們這邊都開出了 恒指再跌多一百七十四點 去到兩萬七千零六十九點 兩萬七千零六十九點 其中騰訊跌了八個百 二點七個百分點去到三百一十六元 至於有邦緊隨其後 跌幅方面都OK大 有1.9個百分點 跌過三 就是六十四個半 昨天正式穿了六十六元的橫行支持位 另外還有鐵塔 鐵塔暫時正在反彈三個仙 升二點九百分點 1.06 其餘的股份 升跌都是若某1.8 一份點再有不少 好 看看 隔夜的消息還有甚麼呢 除了美股方面要下跌的情況之外 還有新興市場方面 新興市場的貨幣 都持續受累 變成人仔 在今早正在做六點八四三七 六點八四三七 都要站在六點八四附近的位置 不過外圍方面 都是要審慎 大家要留意 好 看看大家看到 今天暫時現在 大家都在說早晨 儘管有甚麼股 照樣說出來 否則我先開一隻 先開一隻 有邦 有邦 今早就低開1.9 1.9 低開1.3 64.5 現在正經64.5 65 股份方面 技術上的走勢 就不理想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 在過去這段路裏 其實他就算是最理想的 66.70的水平 1.6毫就震盪了 你看到昨天收了65.8的水平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 昨天收65.8 跟手只剩下一棍 唯一參考支持就是65.2 就是業績當日 低開之後高走 好 好了 然後再數下去 其實就 似乎都是 今天明顯穿 除非今天可以 站穩 例如 66齊頭 或者 甚至乎 變回倒星 即是說補回65.8 否則應該 向下突破的趨勢 挺明顯的 昨天會怎樣看這隻股份給大家呢 就是因為 當大家 當然 這個我是給大家一個做淡的選擇 但是做不做淡呢 絕對應該由大家自己去選擇 我便並不是做任何的推介 只不過就是說 當如果你是覺得做淡是正路的 事業跌難升的 而我又不想做一些已經跌了很多的股份 因為我怕它會彈 或者怕它沒有水位 當然啦 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說 你越弱我就越撲你 因為我只不過是踩多腳而已 不用我做個行程出來 很輕易舉 純粹落井下石而已 另一種玩法就是說 當你本身橫行了 穿底了 我就要做先鋒 我大大膽 因為貪它 最多水位 它就沒有跌過 如果你是後者的話 我會說1299 就是適合你的選擇 可以這樣說 它今天是第一天跌穿 真正的橫行區 雖然你說 昨天其實那支陰燭 都有3%的 浪費了 不要緊的 不要浪費不浪費 總之 昨天我都可能未曾推出 但今天可能會 可能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自己的決定 譬如說回 今天 都要說多幾個情況出來 美國方面 如果是一年 向我們徵稅 2000億貨品的總值 25% 這些已經是standard terms 究竟會不會有較好呢 較好會有什麼選擇呢 包括不是2000億 包括不是25個百分點 是10個百分點 包括分階段進行 簡單來說 不是2000億 可能是1000 500 1500 然後還有 對於將來的展望發言 包括說 這裡會不會是我們 暫時是這麼多 不過它應該不會太厚 好 接下來 因為這次的2000億 要經過國會各樣做聽證 究竟這個諮詢 聽證的過程之中 商界 以及政界 官員方面 有沒有表明出 他們非常反對的聲音呢 如果推行不過 相關方面 引述原來相當多的委員 就大力反對的話 會不會給市場一個借口 就是說 川普不敢再做這麼多 這樣呢 即是 我們現在所有事情 都是bringstorm出來 因為 在一個 都不要說不確定性 而是多確定是差的情況之下 究竟 怎樣可以在一盤市場 去找出少少值得喜悅的地方呢 所以 就純粹bringstorm 以上所有事情都 基本上發生的機率 其實都是低的 撐在就是說 那 也都最矛波的 一樣東西就是說 會不會 壞消息 叫做 出了 而是叫做 暫時 歇一歇腳 港股有個反彈 當是已經 事先 先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自己想的 我會說 都 大勢所趨 是向下 中間偶有反彈 自己搏不搏就自己考慮 好了 257 有人問 257光大 前景如何 入不入 我看到它的陰燭就不入了 因為 當日公司方面 宣佈了一個很差的公股情況 公股不是差 一間公司要錢 如果他不要錢 他不會上市 上市 我以前讀 Finance 上市的目的都是要錢 大佬 不要錢 不如自己私人公司算數 但情況就是 公司宣佈二七公十 這些 簡直是擾股所謂 二七公十 是奸人才能做出 所以我會說 不理想 不理想 前景好不好 不好 就自己防範 小心 我不覺得是吸納 868 中線持有 可行 我也是那句 如果中線持有 你就看月線圖 我希望綠色線 9.1號6 是不會失 不失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特別大問題 823 和405 哪隻收息好 當然也會是823 過往也是這樣 700 還有沒有水位 嚴格來說 因為它和市 真的相關 它就是市 所以正路理由 不應該覺得沒有水位 但是 如果穩陣起見 看看今天 看看今天 究竟市況 隨著貿易墊加稅方面 會有怎樣的轉彎 還是繼續下 去一去廣告之後 我們看看市 好 又回來節目 暫時跌幅方面 輕微收細了 看到恆生指數暫時跌124 27123 27123 這些水平 留意 再看看 畫面上 畫面上 看到有幫 有幫 今天低開 跌破了橫行的區間 暫時現在的情況 是64.9 跌了9毫 1.3 百分點 今天開價 是64.5 暫時 輕微 低開 高走 看看竹身上面 竹身上面 現在可能嘗試 會不會有機 撞上高一點 試試65.2的水平 不知道 儘管看著 看看其他活躍成交額的股份 包括騰訊 暫時下跌 2.6.6 剛才開市的時候 跌8.8 減少了 現在暫時有幫 跌1.3 百分點 鐵塔升 1.9 百分點 剛才開就開1.06 現在暫時做1.05 國壽方面跌1.4 說實話 都很久沒有看國壽 不如看看 國壽現在17.01 2.1 4 股價走勢方面 1.6 就穿位 有人問我 2318很強 其實 撲不撲得 我會說 如果撲 你就很向難度挑戰 因為情況就是 你這樣一個 走勢彈了上去 業績相當之漂亮 當然 我會說 如果 托實 市是差的話 老實 他又真是 無緣無緣無緣提供了水位 因為你想想 當所有股份 一直在八月中的位置 輕輕彈無力 再穿底 而這隻股份 由八月中的低位 大概六十七、六十八的時候 一路彈了上來 這個位置 其實 向下 起碼還有一成 才穿底 即是說 這一成 如果恒指要穿底 這一成 很吸引 很吸引 當然 我會給大家一個 具體一點點的位置 因為 始終你看到 最近它捉底 應該說 捉一個平台 捉得都幾顯著 我會說 不如這樣 你看一些 例如最近這些 七十五元齊頭 如果七十五元齊頭 穿得 那可能有些 有些譜 即是我們 沽的時候 不能盲目沽 如果人家呈一個強勢 是不能沽的 我想你最少 都真的要跌穿七十五 跌穿七十五的時候 才可以去考慮一下 這樣的走勢 目前現在看到 恒生指數的跌幅 還是收窄當中 暫時現在跌 就八十三點 二七一六四 二七一六四 繼續再看看 這些活躍成交額 股份 暫時都沒有明顯的股份 可以有得升 再繼續看看 升幅榜股份 升幅榜股份 方面現在暫時有隻萬威 升一倍 不過不知道是甚麼股份 沿海家園 內房升6% 有線寬頻 昨天跌得多 今天彈回半成左近 其餘股份 似乎 恒大健康 昨天跌得多 今天彈回一點 好了 繼續看 跌幅榜上 目前現在看到 超型跌6% 其餘有隻二十一世紀教育 現在暫時跌4% 股份方面大致是這樣 恒增指數的跌幅 暫時繼續收窄 現在暫時繼續跌 18點 會不會有機會倒升 現在上證指數方面 暫時走勢都好 正在升兩點 2706% 2706% 不要忘記 昨天 這個上證指數 近低低收 在兩點半 近三點收市之前 是全無國家隊的首映 這方面大家要留意 好了 繼續看你們 一些關注股份 還有一些蒙牛乳葉 現在升1.5% 海油升1.9% 目前恒生指數 是要倒升的 暫時正在升8點 好了 看看大家的問題 7000是否反彈的機會 這方面大家自己去留意 大好友出動 留意現在恒生指數 仍然在升 看看有沒有機會大洋燭 看看有沒有機會 call 1177 874 763 高高高 看看1177 暫時正在升0.4% 874正在升0.3% 然後763 正在升2.8% 763的升幅 比較好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 763站穩 看今天暫時 現在都是 開始 初段 買盤都可以 暫時 在20天線的位置 站一站 有貨的話 儘管拿著看看 目前股份的跌幅 一路一路在減少 有些人 擺到 拿了 call number 拿了 牛號 現在一直在看 市反彈 鍾小姐問 6098 6098 迫伏 目前走勢方面 都是有得上升 上升2個先 目前是14元 走勢方面 都是挑戰14.24 如果站穩14.24 走勢會漂亮很多 就是突破向上的情況 如果站不穩的話 股價可能要震盪 在這些位置 不過 只要不要穿 較早前若木 一個星期前的小頂位 這個位置就是 大桌13.8 所以 只要站穩13.8 突破14.24 站穩13.8 可以保持 好了 現在恆生指數 暫時 正在升7點 有很多人說 跌完了 跌完了 我只可以這樣說 關注 關注稅務的情況 關稅方面 不到中午 最快不到中午 應該都未有消息 大家就自己留意這一點 好了 再掃到一次 活躍成交額榜 鐵塔 暫時都是彈 騰訊 平保 平保還可以升 今天升3毫5千7 應該是隨靜 應該是隨靜 都未定 今天是隨靜 隨靜 隨靜 暫時股份隨靜 6號二指人仔 再繼續看其他股份 基本上 走勢都差不多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裡為止 下午 中午11點40分 再和大家見面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